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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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设AB是两个非空集合 如果存在一个法则F 使得对每一个X属于A都有唯一确定的Y属于B以至对应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F是从A到B的一个英射 英射有的时候也称为英照 把它记为F隔两个点A再加个箭头B Y称为X在英射F之下的项 G为Y等于FX 并且用这个符号F隔两个点 X对应于Y 用这个来表示 X称为Y的一个原项 A称为F的定义欲 FA FA是什么呢 就是X取A的时候 FX的全体 这个称为英射F的值欲 现在看下一个定义 定义1.2.2 射F是A到B的一个英射 那么我们看 第一 如果对任意的X1X2属于A 如果X1不等于X2 那么便有FX1不等于FX2 这个时候就称F是A到B的单射 那么什么是单射呢 就是说A中不同的元素 对应的项不同 好 再看第二条 如果FA等于B 则称F是A到B的满射 或者称F是A到B上的英射 一般说来 这个FA呢 都是B的一个子机 那么所谓满射 就是英射F的值欲 和B相等 前面 前面这两条 我们定义了单射和满射 一个英射是单射 未必是满射 反过来 一个英射是满射 也未必是单射 那么如果一个英射 既是单射又是满射的时候呢 我们称这个英射是双射 这就是第三条 好 我们来看 第三条 如果F既是单射又是满射 则称F是A到B的双射 或者称F是A到B上的一一英射 好 再看第四条 如果F是A到B的双射 则对任意的B属于B 都有唯一的A属于A 使得B是A在F之下的线 从而确定一个 从B到A的英射G 也就是在英射F之下 X对应于Y 那么在英射G之下 Y对应于X 我们称G是F的逆英射 G为F 这是逆 并且表示成F逆是B到A的英射 其中元素B对应于元素A 这里面呢 FA等于B 下面我们来定义符合英射 设F是从A到B的英射 G是从B到C的英射 那么符合英射 GF是从A到C的英射 这个英射呢 是由下面这样一个数字定义的 对任意的X属于A G和F这个符合英射 作用到X上 等于G作用到FX上 由符合英射的定义 容易看出 符合英射是数学分析中 符合函数的推广 我们上面定义中的那个第四条呢 我们讲的是逆英射 那么很明显 逆英射就是数学分析中 反函数概念的推广 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 射A 是AB这个B区间 B呢 是CD这个B区间 F是A到B的一个英射 这个英射 是由下面这个关义师定义的 这就是Y等于FX 等于B减A分之 D减C 乘以X减A加C 那么容易看出 这个F 是A到B的一个双射 它的逆英射呢 是从B到A的 这个逆英射 就是X等于F逆Y等于 B减C分之B减A 乘以Y减C加成A 下面介绍英射的简单性质 射A1A2是A的子极 F呢是A到B的英射 那么有第一条 F A1B上A2 等于F A1B上F A2 那么这条是说呢 B的向 等于 向的B 好 再看第二条 F F F A1 A1 交A2 包含于F A1 交上F A2 那么这条是说呢 交的向 是向的交的一个子机 A1B 那么你看第二条 这里面是一个包含关系 和第一条不一样 第一条是个等式 第二条是个包含关系 那么什么时候第二条能够成为等式呢 这就是第三条说的 当切紧当 F是单设时 对A的任意两个子机 A1和A2 那么都有下面这个等式成立 也就是说 A1与A2 交的向 等于 A1与A2 向的交 现在呢 我们来证明第三个关系 看第一个 由于A1 A2 是A1通 A2病的子机 那么显然有下面的包含关系 这就是 FA1 包含于 FA1与A2的病 同样的 FA2 要包含于 FA1与A2的病 那么你注意到 这两个包含关系 右边是一个集合 是一样的 那么因此 左边这两个集合的病 那就 含于右边这个集合 也就是 下面这个包含关系 FA1 同A2的病 包含 FA1与FA2的病 那么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证明这个等式 现在我们还需要证明相反的包含关系 请往下看 如果B属于 FA1与A2的病 那么一定存在一个A 属于A1与A2的病 使得 FA呢 等于B 因为A是属于A1 因为A属于A1与A2的病 因此呢 这个A属于A1 或者是A属于A2 故B属于FA1 或者是B属于FA2 那也就是呢 B属于FA1与FA2的病 那么从而有 FA1与A2的病 包含于FA1与FA2的病 这样就证明了相反的包含关系 总之呢 证得了 这个A1与A2 病的相 等于A1与A2 相的病 好 这就证明了第一条 现在来证明第二条 由于A1与A2的胶 是A1的子机 同时呢 A1与A2的胶 还是A2的子机 那么显然有 FA1与A2的胶 要含于FA1 同时 FA1与A2的胶呢 也含于FA2 所以这两个包含关系 左边 是同一个集合 因此呢 这个 就下面一个包含关系了 那就说 FA1交上A2 要含于 FA1与FA2的交 这是第二条 现在我们来证明第三条 好 摄F是单摄 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们就来证明呢 任意两个子机 A1 A2 交的相 等于相的交 现在呢 我们设 D 是属于FA1 交上FA2的 那么一定存在一个A1属于A1 以及A2属于A2 使得FA1等于FA2等于B 因为F是单摄 因此A1一定是等于A2的 所以呢 A1要属于A1与A2的交 因此B就属于F A1交上A2 这就证得了呢 下面这样一个包含关系 就是A1与A2交的相 包含A1与A2相的交 那么相反的包含关系 在2里面已经证明了 这就是 已经证明了 因此呢 就得到这个下面这个等式 也就是呢 A1与A2交的相 等于A1与A2相的交 那么我们再来证明 这个第三条的另外一个方面 好 请往下看 那么我们设A1和A2呢 是A1的任意两个子级 那么都有下面这个等式 FA1交A2等于FA1交上FA2 在这个假设 在这个假设之下 我们来证明F是单摄 我们用反正法 如果F不是单摄 那么一定存在A中的两个元素 A1和A2 而且A1呢不等于A2 他们的相相等 也就是FA1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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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这个单摄 结合 那么则有A1交上A2是空机 那么它的相当然是空机 那么另一方面 FA1属于FA1 并且呢 FA1等于FA2 它还属于FA2 因此呢 这个FA1要属于FA1与FA2的交 那么这个交当然不是空机 从而 FA1与A2的交 就不等于FA1交上FA2 这是一种假设矛盾的 因此呢 证得了F是单摄 关于英射相的三个关系 我们就证明到这 那么上面呢 我们是讲了本讲的第二个问题 英射 现在我们来讲本讲的最后一个问题 集合的基数 请看定义1.2.3 定义1.2.3 设AB是两个集合 如果存在一个由A到B的双设 则称A与B对等 记作A波浪B 规定呢 空机与其自身是对等的 在第一讲里面 我们曾经给出过有限集和无限集的定义 那么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含有有限个元素的集合成为是有限集 但是在没有定义有限这个概念之前 这种含有有限个元素的定义是不确切的 现在呢我们利用对等的概念 给出一个有限集 它不依赖于元素个数的这么一个定义 请按下看 转MN等于1 2一直到N 也就是呢 正等数集合 前N个数的集合 如果集合A为空极 或者于某个MN这等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A是有限集 其中N为元素的个数 规定空级的元素个数为零 不是有线级的集合成为无线级 请大家注意 两个集合最等 从两个集合相等是不一样的 那么两个集合相等 这两个集合一定是最等的 反过来 两个集合最等 这两个集合不一定是相等的 比如我们设A等于13579 这几个数组成的集合 B呢是由246810 这几个数组成的集合 我们现在建立一个 从A到B的一个双色F F是从A到B的一个硬色 FA呢等于A加1 那么显然这个F呢是一个双色 因此A和B是对等的 但是呢A和B这两集合不相等 好请大家往下看 下面一个例子 设A是一个设A是一个集合 我们另呢 A是A到A自身的一个音色 在音色A之下呢 对A中的任何一个元素A 那么AA都等于A 我们称这个音色为横等音色 这个音色容易看出 它既是单音色又是满色 因此呢 这个A呀是双色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任何集合 必与其自身是对等的 大家再看下一个例子 第三 01开区间 与0到10这个开区间 是对等的 那么为了说明这两个集合 对等 按照定义 就应该在这两个集合之间 建立一个双色 好 我们呢 建立下面一个双色 就是F F呢是从01这个开区间 到010这个开区间的一个音色 这里面Fx等于10倍的x 那么容易看出来 这个F呢 确实是01这个开区间 与010这个开区间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一个双色 我们知道 两个集合对等 是说这两个集合之间呢 能够建立一个一一对应关系 粗略地说 对等的两个集合 那么他们含有相同多的元素 也就是说他们元素各数是一样的 那么从例三呢 大家看到了 01开区间 是010这个开区间的一个真子集 而01这个开区间 却能够和010这个开区间对等 这在有限集合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出现的 好 大家再看例四 负阿姆之派到阿姆之派 这个有限的开区间 从负乌雄到正乌雄 这个无穷区间是这等的 那么为了证明 这两个集合对等呢 我们需要在这两个集合之间 建立一个双色 那么大家容易想到啊 这个F呢 就是通常的 大家熟悉的三角函数 我们令Fx等于胎乃x 那么这个应是F 它就是 负阿姆之派 达阿姆之派这个开区间 与负乌雄到正乌雄 这个无穷区间 这个两个集合之间的 一个双色 因此 这两集合是对等的 这个例子呢 就给出了一个有限区间 同一个无穷区间 对等的一个例子 再看例五 色N0 是二四 二N这样一个集合 也就是说呢 N0是正整 正偶数的集合 那么容易看出来 正整数集合N 和正偶数集合N0 是对等的 这是因为呢 能够在这两个集合之间 找到一个双色F 从N到N0 使得FN呢 等于二N 好 这就证明了 N和N0是对等的 很明显 任何有限集合 都不能够和它 任何真子集对等 但是呢 从上面的 后面三个例子 能够看出 无限集合 可以和它的一个真子集对等 实际上呢 我们到第四讲的时候 还会证明 任何一个无限集合 都能够和它的一个真子集对等 因此呢 一个集合 能够和它的一个真子集对等 这是无限集合 从有限集合的一个本质区别 关于对等 我们有下面一个定理 这请看 定理1.2.1 好 定理1.2.1 对等关系 有如下性质 第一 自反性 或者叫做反身性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集合 A和它自身 是对等的 第二 对等关系 具有对称性 这就是说 如果A和B对等 则B和A也对等 第三 这种关系 具有传递性 这就是说 如果A和B对等 B和C对等 那么A和C 一定是对等的 这个定理呢 证明是容易的 我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 第一条 反身性 这个呢 由前面的例二 就知道了 因为前面的例二 我们证过来呢 任何一个集合和自身 是对等的 第二条 如果A和B对等 按照对等的定义 那么存在一个 从A到B的双射 那么这个双射的逆应射 它还是一个双射 这个双射呢 是从B到A的双射 因此B和A是对等的 再看第三条 传递性 如果A和B对等 B和C对等 那么按照对等的定义 就应该存在一个 从A到B的双射 以及从B到C的双射 这两个双射的符合应射 就是从A到C的一个双射 因此呢 A和C是对等的 关于对等的关系呢 还有下面的定义 就是定义 1.2.2 这个定义呢 是这么说的 如果两个级列 AN和BN 它满足下面的条件 第一 对任意的N不等于M AN和AM的交 是空的 BN从BM的交呢 也是空的 那第一条就是说呀 这个两个级列 AN和BN 分别是两列 互不相交的集合 好 第二条 如果对任意的N属于N 那么AN和BN对等 那么这一列AN集合的B 同这一列BN集合的B 是对等的 好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定义 因为AN和BN是对等的 按照对等的定义 应该存在一个 从AN到BN的双射 FN FN 从AN到BN的一个双射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 从A到B的一个英射F A呢 就是这一列AN的B B 就是这一列BN的B 那么这F是怎么定义的呢 对任何一个X属于A 因为A呢 是这一列集合的B 因此这个X 一定属于某一个AN 当X属于AN的时候 那么我们规定FX 就等于FNX 那么下面我们来证明 这个F是A到B的双射 为了证明F是A到B的双射 那就需要证明F 那就需要证明F 既是单射 也是满射 我们先来证明F是满射 实际上 对于B中的任何一个元素B 一定有一个N0使得B属于BN 那么由这个定理的假设条件 AN0从BN0是最等的 因此最前面这个B 一定有一个A属于AN0 那么这个时候FN0A等于B 按照F的定义 那么这个FA呢等于B 因此F是满射 下面来证明F是单射 好 我们来证明呢 F是单射 我们用反正法 如果F不是单射 那么一定存在A中的两个元素 A1和A2 那么A1和A2不等 但是它们的像 FA1和FA2是相等的 那么由F的定义 A1和A2 它不能够属于同一个AN 也就是A1属于AN A2属于AM N不等于M 这个时候 FA1应该属于BN FA1呢也属于BM 这个时候 那么FA1就应该属于BN 与BM的交 因此BN交上BM 不得于空击 这是 这以我们这个定理的假设条件 是矛盾的 这就证得了F呢 是单射 前面我们证明了F是满射 这里又证明了F是单射 因此F呢 是双射 那么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呀 在后面证明两个集合最等的时候 是很有用的 这个定理是说呢 如果两列集合 对两列集合都是两两不交的 如果他们对应的集合是对等的 那么这两列集合的B也是对等的 这个定理里面呢 是AMBN呢 是两列集合 这两列集合可以是有限的 也可以是无限的 在应用这个定理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应用 就是说 如果一个集合能够分解成 有限的或者是可列的集合的定 另一个集合能够分解成 有限的或者是可列的集合的定 而且这种分解呢 是两两不交的 而对应的集合 对应的两个集合之间是对等的 那么要判断两个集合对等 可以用对等的性质 定理一打二点一 和定理一打二点二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出一个定理 叫做伯恩斯坦定理 这个伯恩斯坦定理 在证明两个集合对等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 请看定理一打二点三 伯恩斯坦定理 设AB是二集合 A0是A的子集 B0是B的子集 如果A同B0最等 并且B同A0最等 则A和B是对等的 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 摄F是A到B0的双摄 G是B到A0的双摄 我们构造 我们构造下面两列集合 A-A0等于A1 FA1等于B GB1等于A2 FA2等于B2 GB2 GB2等于A3 FA3等于B3 如此下去 因为F和G是双摄 因此呢 A1 A2 A3 这一列集合 都是互不相交的 同时B1 B2 B3 这一列集合 也是互不相交的 大家看图 我们用这个线段 表示集合A 用这个线段 表示集合B A0是A的子集 B0是B的子集 那么就用线段的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来表示A0 那么又用这个 这条线段上的 这一部分 来表示B0 那么A减去A0 这个差级 我们用A1来表示 根据以致条件呢 F是A到B0的 一个双摄 那么在应射F之下 A1的像 我们用B1来表示 那么应射G呢 是B到A0的双摄 那么在应射G之下 B1的像 我们用A2来表示 这个G呢 这个G呢 是B到A0的双摄 那么显然 这个A2是在A0里面的 而A1呢 是A与A0的差 因此A1和A2 是不相交的 然后 F呢 是A到B0的双摄 那么在应射F之下 A2的像 我们用B2来表示 那么因为F 是A到B0的双摄 而A1和A2是 互不相交的 因此 在应射F之下 A1 A2的像 B1同B2 也是互不相交的 然后呢 在应射G之下 B2的像 我们用A3来表示 那么跟前面一样的道理 A3与A2 以及A1 这三个集合 是彼此互不相交的 那么在应射F之下 A3的像 我们用B3来表示 那么B1 B2 B3 也是互不相交的 如此下去 那么就得到了 一列集合 A1 A2 A3 以及另一列集合 B1 B2 B3 等等 好 接着往下看 由应射F的定义 可以知道 AN和BN 是对等的 那么由定义 1-2-2 那么这一列集合 B 就从这一列集合的B 是对等的 另一方面呢 由于G 是B 到A0的一个双射 而BN呢 从AN加1 是对等的 那么你想想 这一列集合的B 就是N 从1到无穷 以及这一列集合 这个N呢 也是从1到无穷 那么这个B呢 应该是对等的 因此 B 减去 BN N从1到无穷 这一列集合 B的差距 从A0 与 AN加1 N从1到无穷 这个差距 是对等的 而这个差距 你注意啊 这个N 从1到无穷 这块是AN 加1 那么这个差距呢 就等于A0 减去 这个病集的病集呢 是N 从2开始 到无穷 AN 好 接着往下看 那么 那么从A1 是A与A0的病 并且A0是A的子机 那么可以知道 A0等于A与A1的差 所以 A0减去 这个AN N呢 从2开始到无穷 它的病 那么这个差距 就等于A 减去 N从1到无穷 AN的病 这个表示 非常重要 好 接着往下看 从而 这个 A啊 表示成了这样两个集合的病 你看 A减去 N从1到无穷 AN的病 然后 从谁的病呢 这个就是啊 N从1到无穷 AN的病 这就说 A 表示成这样两个 互不相交的 集合的病 而B呢 又表示成了 B减去 N从1到无穷 AN的病 这个集合 从这个集合 从这个集合 这就是N从1到无穷 AN的病 就是B 表示成这样两个 集合的病 而且这两个 集合也是 互不相交的 这样呢 A表示成两个 互不相交的 集合的病 B 也表示成了 两个互不相交的 集合的病 我们前面已经证明了 这个集合 这个集合 和这个集合 也就是说 这一列集合的病 从这一列集合的病 是对等的 而这个集合 这个差距 从这个差距 是对等的 还是用定理 1.2.2 那么A和B 是对等的 这样就证明了 我们这个定理 这两个集合 A和B 如果直接证明 这两个集合 对等呢 有困难 而如果能够证明 集合A和集合B 的一个子集对等 同时 集合B 又能够和集合A 的一个子集对等 那么有 百思坦定理 就能知道 A和B呢 是对等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 百思坦定理 在证明 集合对等的 这类问题上 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下面我们来看 百思坦定理的推论 推论1.2.1 若A是B的子集 B是C的子集 而A和C对等 则A和B对等 B和C也对等 我们来看证明 因为C和A对等 这是一支条件 那么A呢 是B的子集 这就说明 C和B的一个子集 对等 而B本身是C的一个子集 那么B和B本身 是对等的 那也就是说 B同C的一个子集 对等 好 我们再看啊 C同B的一个子集 A对等 同时呢 B又和C的一个子集 B对等 由百思坦定理 就知道 B和C是对等的 那么再由呢 对等关系的传递性 就知道 A和B也是对等的 这个百思坦定理的 这个推论 后面呢 也是经常用得到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讨论集合的基数 如果两个集合A和B对等 则称它们具有相同的基数 一个集合A的基数 计为A上面加两横 A和B的基数相同 就计为A的基数 等于B的基数 那么由前面我们证明过的 对等关系的反身性 对称性和传递性 那么对基数 也有相同的结果 好 请往下看 那就说 如果A的基数 同B的基数相等 那么B的基数 同A的基数 也相等 如果A的基数 等于B的基数 B的基数 等于C的基数 那么A的基数 也等于C的基数 一个集合的基数 有时也称为 集合的式 两个有限集合 它们的基数相等 那是说呢 这两个集合 还有相同的元素个数 如果A这个集合 有N个元素 那么和A对等的 或者是和A 基数相等的这类集合 那都是还有N个元素的 这样的集合的群体 那也就是说 N是这类集合的 一个共同标志 那也就是说呢 它们的基数是N 对有限集合来说 这个集合的基数 就是它所含元素的个数 对无限集合 它的基数呢 是有限集合 元素数目的推广 我们知道 对有限集合来说 元素的个数 有多有少 那么相应的 对有限集合来说 基数呢 就有大有小 对无限集合来说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 这个它们所含元素的 多寡程度 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就需要定义 基数的大小 请大家看 定义1.2.4 设AB是两个集合 若A与B不对等 但是存在B的一个子集 B零 使得A呢 同B的子集 B零对等 则称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或者说B的基数 大于A的基数 既做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或者B的基数 大于A的基数 那么对于任意两个集合 A和B 下面三个关系 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A的基数 等于B的基数 以及A的基数 大于B的基数 这个三个基数 当中 不可能有两个 同时成立 其实呢 如果A的基数 和B的基数 相等 那么 左边和右边 这两个基数 是不可能出现的 也就是说 A的基数 和B的基数 相等 与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不能同时成立 同时呢 A的基数 等于B的基数 与A的基数 大于B的基数 也不能同时成立 然后 我们用百次占定理 可以证明 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与A的基数 大于B的基数 也不能同时成立 那么如果 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与A的基数 大于B的基数 同时成立的话 那么按照 基数大小的定义 A应该同B的 一个子级对等 B 应该同A的 一个子级对等 那么有百次占定理 A和B 就应该是对等的 因此呢 A的基数 和B的基数 相等 这与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以及 A的基数 大于B的基数 矛盾 这样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三个式子当中 不可能 有两个同时成立 那么 关于基数 大小的比较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没有解决 那就是 对任意两个 集合 A和B A的基数 与B的基数 相等 A的基数 小于B的基数 A的基数 大于B的基数 这三者之当 这三个式子当中 一定有一个成立 这个问题 证明比较复杂 我们把它略去 最后 我们再做一个练习 请看 如果A-B 与B-A 对等 则 A与B 对等 好 我们来证明 证明它 我们现在呢 把集合A 分解成 A-B 与A交B的B 把B呢 分解成 B-A 与A交B的B 那么A 分解成 这两个集合的B呢 这两个集合 是互不相交的 换句话说 它们的交是空的 B 分解成 这样两个集合的B 这两个集合 也是 不相交的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呢 它们交是空的 那么 由 假设 A-B 同B-A 是这等的 就是说 这个集合 A-B 和B-A 这等 那么这里面 A交B 和这个A交B 是同一个集合 当然是这等的 那么再由定理 A-2-2 便知道 A和B 是对等的 这一讲 我们主要讲了 三个问题 比较集合中 元素多少的方法 映射 以及集合的基数 特别是 我们给出了 基数大小的概念 对有限集合来说 它的基数 就是它所含元素的个数 而无限集合的基数 是有限集合 元素个数 这个概念的推广 它是反映 这个集合 所含元素 多寡程度的 那么这一讲呢 这一讲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感谢 感谢观看